谢谢木岚老师的介绍 我想在座很多人 就是说知识委今天能坐在这儿 肯定就是和我当初一样 对找工作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或困惑 到这儿大概是来寻找答案的 我当初其实就是说 我家银行工作 然后在职位上做了很多年 我就想寻求一种变化 但当初的时候呢 其实认为我的工作经历是可以的 但是呢我把简历放在上面 不管是银行内部 还说其他的一些职位 我发了好多的这种 简历出去之后 没有拿到一份面试 当时就是说 信息又特别的受打击 然后我就来听了 木岚老师的一堂公开课 后来呢我觉得好像 好像有些东西刚好打到我的点上 我就来报名参加这个课 我当时参加的是一个强化班 大概是三周吧 三周 然后就每周两次的这种强化 通过上这个课呢 我就觉得木岚老师 就是说他不只是说 教你去怎么写简历啊 怎么去参加面试啊 或者在这个过程中 怎么去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啊 我感觉更重要的 就是说在他这种非常细致入微 有浅入深的这种 层层的把这种抽丝剥茧的 这种分析中 让你建立对求职 不光说你现阶段求职 还是说你未来求职 他会帮你建立一种 长久的这种信心 就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如果现在我这份工作 就像木岚老师说的 我可能现在如果说 我还想跳的话 我可能会非常有信心 知道我下一步想去做什么 然后在这过程中 我需要怎么来调整 自己的简历 或者是怎么去应对一些面试 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和我参加这个工作 就参加这个培训 最大的一个收获 其实前几天 我还收到那个TD的一个电话 就给我打电话 就说他现在有一个职位 想让我去那个面试 然后我当时就是 稍微顽皮了一下 我就没跟他说 我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了 我就跟他说 我那个手里面有一个offer 我正在考虑 然后他就说 那可不可以这样 就是说因为我看了你的简历 非常matching他们的那个JD 然后说你可不可以 就上周嘛 他说上周四 说你来那个 我们来谈一下 如果行的话 我们会非常快地 就给你出offer 我当时觉得 好像就有点玩大了 我回去之后 赶快就给人发一个邮件 就说我已经决定 接受现在offer 什么就是一封那个回复吧 但就是说这个就说明 至少说我现在 经过这个课程之后 我雕琢出来这份简历 他已经说在市场上得到了一个充分的认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班里面 我应该不算是说领悟得特别快的 我是在上完课之后 大概是几周之后 开始逐渐开始就接那个面试了 第一个offer拿了之后呢 我当时觉得好像不是说特别理想 我就跟那个穆达老师说 我说这个offer不是特别理想 我不是很想接 然后穆达老师就跟我说 他说那你如果觉得不理想 你就把它剧掉 因为这个 就是说你 你去换工作嘛 就是说你肯定是要 根据你自己的职业规划 来找一份比较符合你要求的这种工作 我当时呢就聚了 但聚完之后 其实心里还是有点慌的 然后我又跟穆达老师讨论 就是说我这个下一步的职业 到底应该怎么走 这个规划应该怎么来做 然后穆达老师根据我的情况 也跟我讲了一下 就是说我大概的职业的规划 应该是什么样的 但是之后我就不断地拿面试 但其实有一段时间 就特别的不顺利 每次面试之后呢 就没有消息了 然后也没有offer 然后我就感觉特别灰心 就不断地在微信上 骚扰了这个穆达老师 我跟他说 我说这个中间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然后穆达老师说 他说我对你有信心 他说你肯定没问题的 其实我当时已经是特别灰心了 就是我觉得 是不是我真的 或者说刚去一家原来的单位 待着算了 别折腾了 但穆达老师这个话说完之后 我当时真的 我当时确实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因为如果有一个专业人士 他了解你的能力 然后他同时对你这么有信心的话 其实我感觉我没有什么理由去放弃嘛 然后我就 后来呢就是很顺了 然后就是再可能是两个面试吧 我就拿到了现在这个offer 现在这个offer 这样穆达老师说 虽然说它是一个内部的转换 但其实我现在这个 在的部门和这个职位 离我下一步的职业规划 还是说走近了一大步 至少说他现在这个 在的这个部门所从事的这个 事情是capital marketing的这种credit management 就是说这是我喜欢的 而且这样说下部他转的时候 可能相信来说也会比较容易 所以今天也是正好借这个机会吧 真的是非常感谢木兰老师的这个帮助 然后我也希望各位能在木兰老师帮助下 你的职业规划也好 还说你找下份工作也好 都一切顺利 你自己讲 大家好 我叫Sophie 目前呢 我是在一家这个大型的 知名的这个能力资源公司 做这个recruiter 然后呢 开始的时候 我做了一种开发新工作 然后联系雇主 然后后面也有做一些这个销售 现在还是说 因为后面做得比较好嘛 我做三个月嘛 已经两个部门在抢我 这个我还是选了 能力资源 因为我会选这个 其实说起我比较复杂 因为我之前是在 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报了 我三个月上着班 报了六个培训班 在维多利亚 我算是VIP了 其实我是13年 这边来这边留学 然后15年毕业的时候 我是上了交流英语 然后那时候 我听说过木兰老师这个班 但是因为后面有点事情 然后回国了一年 后来我出来也是 工作了一年 是因为朋友介绍了工作 后面呢 因为我很喜欢充电嘛 然后呢 我听很多Jerry英语的 这个班的同学嘛 我们关系比较好 然后后面有一些 也成为我的雇主 成为我的新雇主资源 就是特别牛的人 然后呢 他们就极力推荐 木兰老师的办 说 我一定要学一下 因为其实我这个人就是 在国内有很丰富的 这个工作经验 跨了很多个行业 然后开始是旅游公司 做那种就是公务考察嘛 就是官员和那个政府精英这种 还有后面做了金融 后面又做了教育培训 后面前面呢 是做就是雅师培训嘛 来这边以后也做这个 然后后面呢 我等于又跨航 跨到了这个能力资源 怎么说呢 我很感谢木兰老师 就是他对我的影响是说 对我整个人生的这种 方向的影响 因为其实我 就开始我培训的时候 参与那个班嘛 我在找我的方向 我还报了口译班 就想说是成为一名 就是说专业的口译嘛 还是说 还是有什么样 但是那个木兰老师的班 我就说先学习 先学着 以后备用嘛 当时还是上班嘛 结果呢 就是上班 就是上班课以后呢 其实当时我也不是很用心 但是 那老师其实教我们很多 就是怎么改简历啊 还有这种 一些面试技巧啊 就是整个的 还有更重要的是 教你怎样了解你自己 就那个PI的测试 然后他会说 你的性格适合哪个方向 然后 因为在上课过程中 我对他的 对曼老师比较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他很吸引我 对 我会说 这个你看 这个年纪轻轻做得这么成功 是吧 然后很有魅力啊 家庭工作两不步是吧 然后 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这种方向 然后后来呢 我就问他 我说 你看我这样 可以做这个嘛 等于会夸了一个专业嘛 虽然我以前的所有的公司 我都是做招聘的嘛 但其实也属于业余选手 然后老师就鼓励我说 当然做了那个很专业的测试以后 让我更了解我自己 然后他说你可以的 然后后面呢 就是你知道人生是起伏的嘛 我们觉得 哎有工作无所谓 然后但是后面那工作 有一些那个结构改革了 然后我就裁掉了 就是有那个原因的岗位消失了嘛 然后我说 哇那我要找工作了 然后后来我就repeat嘛 就repeat了几节课嘛 然后就找到了 就是我想要的那个公司 就是我真的是按老师说的那种 从早到晚去偷简历啊 就定好时间 就前一天改好 改好结构想要的那个公司 不同岗位 不同的修改 真的是很累的 他已经跟我说是体力活 我还觉得将信将疑吧 结果后来果然是体力活 第二天早上就是 差点去投简历 后面也收到很多 还有一些就说 有一些这种猎头公司 那种高端猎头给我打电话嘛 然后后面我选的这个公司是因为 我还蛮喜欢他老板 因为我觉得 对我这个人也比较感性 因为我觉得那个老板 就是人比较正直 就是整个很直爽 就是因为相互也是看演员嘛 也是相互跳的 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来找一份工作呢 还是说我想找一份事业 我觉得这个班给你交给你的 不仅仅是说 找一份工作 就是修改简历啊 还有那些交信游戏规则啊 还有这种面试啊 这种所有的指导 他帮你就是都完成了 还有行业的内部信息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另外一个是帮你 更加了解你自己吧 然后找一个 自己喜欢的事业 因为说实话人生苦短 找一个喜欢的做的 不会那么折磨 我每天真的是现在很累 所以我就经常就锻炼嘛 我之前老师跟我说 那个猎头工作是很需要体力的 我开始还觉得 奇怪为什么不是都做办公室嘛 真的是压力超大 很多很多活 后面我还就是挑战了那个销售嘛 后来为什么说两个部门抢我呢 因为我签单嘛 一天就三个客人进来 两个还是走进来的 我签了四单 然后一周签了超过人来一个月的 所以后来老板很欣赏嘛 他觉得确实是不错 我开始的时候中间我很困惑 为什么做能力资源里面还有需要做销售嘛 我也问过老师 就所有的 其实你们 咱们比较有缘能够认识某人老师吧 他是我们可以做一生的朋友 就是在找到工作前帮助你找到工作 然后找到工作以后 有什么问题都随时可以联系他的 他真的是回答非常地迅速 我说实话我觉得他真的是也是很累嘛 然后还能抽出时间关注一下 然后我就问 我觉得我可以做销售嘛 因为一般人我就觉得对销售很抗拒 说实话 但他说 你是要在工作中不断锻炼自己嘛 他觉得我性格就是沟通力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销售中成长嘛 后来果然就爆发了 反正我也是觉得蛮欣慰对自己的成长 也是非常感谢老师 然后对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今天很荣幸啊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那个找工作经验 那我可以说半年前吧 我也和在座的各位一样 都是在听公开课 在觉得找工作好难 为什么发了简历就没有面试的机会 然后呢有信上了木南老师的课 然后呢我觉得收获还挺大的 所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主要讲三点吧 第一点就是说简历 简历呢真的是很重要 它是找工作的那个第一步嘛 然后我记得我们上第一节课的时候 木南老师就让我们每个学员都把自己的简历 发给他 他课堂上做点评 当时呢我把我觉得我自己简历下写的还挺好的 然后就发上去 结果老师就看几秒钟 他就提出了很多那个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然后呢我觉得还 觉得他讲的挺make sense的 然后呢 然后在找工作老师一直说要根据那个job description 修改自己的简历 然后呢我是听了 但是我做的时候呢就听一半做一半 我把自己很 因为我工作经验应该说还是蛮丰富的我觉得 所以呢我把我自己很多工作经验还留在上面 就没有删掉 然后呢我自己说到后面就给 面试的时候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我也把自己这个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有前车之鉴吧 我当时去面试的岗位呢 是一个senior accountant的job position 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上市的grope上市公司 一开始面试都挺顺利的 到了后面一轮应该进入和VP那个面试阶段了 然后呢开始的气氛都很好 大家谈了很开心 然后最后那个VP他看了我的简历就说了 他说你的resume非常的impressive 他说你工作经验还挺丰富的 你做过那么accounting啊 做过tax treasury 做过financial analyst 那哪一个岗位你最喜欢 他说哪个岗位你最不喜欢 哎呀我当时就想我为什么把自己挖这个坑的 因为他这个 我说我最喜欢的岗位肯定是senior accountant 因为他这个就是他这招senior accountant 但我想如果我把那些不相关的那个经济经历都都删掉的话 肯定就不会有 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我想 然后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拿的不是很好 但各种原因反正最后我也没拿到offer 但是自从以后呢 我就把这些英语relevant的information全部删了 虽然简历有点短 但是短小精悍是吧 然后老师一直说 好的简历就是 你发出去个简历 就会有一个面试 然后一个星期会有三到五个面试 当时我就在现想 有可能吗 好像我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境界 但事后我证明事实发现 的确是我后来的简历 我经过我修改了以后 的确是发出去 一般都会有interview 至少是HR的interview 一般都会有interview 除了 Government的公司 Government的那个岗位 因为Government它的会计呢 它是non-profit 跟我们那个public公司不一样 所以呢 它好像我的工作经验不是很相关 所以一般Government 我都石层大海的简历 但一般的上市公司啊 或者这些企业啊 什么银行啊 一般都会有面试 然后我所以觉得简历 写简历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 所以我在Luna老师的课上 学到很多 第二的我想讲的就是面试 面试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简历是从自身的角度说 我有什么 我会什么 我能做什么 那么面试就是要从 用人单位的角度 告诉用人单位 就是告诉动员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 我能有什么技能给他们 这是要转换角度 转换思路 提供给用人单位的 面试的话 我知道老师他上课 他会给我们很多面试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 我可以说是面试必考题 一定要好好准备 然后很多问题 加拿大人说话都比较完整 他不会直接问你 他会换个方式问你 但很多问题都是大同小异的 比如说我去面试 很多问题他就问你 其实就是你的优点缺点 但是他不会直接问你 这个好像问得比较那个 他就问你 他说 你们领导对你在哪一方面 需要你improve的 他说 或者他问你 你同事对你怎么评价的 其实这些都就是优点和缺点的 另一种表达方式 然后那个面试呢 老师在课堂上还会讲一些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我们可能平时都会忽略的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面试就短短的 比如说一个小时 那个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那个面试环节 是你拿到那个offer的关键嘛 然后面试呢 也是很拥长的一个阶段 像我这次银行的面试 因为它是个美国的银行 所以我有五轮面试 两轮是电话面试 从美国总部打过来的 所以说当时也很frustrated 我觉得哎呀 我完成了三轮 我觉得差不多了 应该有off了吧 结果他说还有第四轮 我说还有一轮 结果还有第五轮 我这简直是 但是所以说坚持就胜利 曙光就在前面嘛 是吧这样 最后我讲一点 对这个课程的感受 我觉得木南老师 对我感觉就是 他非常的专业 而且很敬业和乐业嘛 他对那个招聘的流程啊 怎么筛选简历啊 怎么面试的过程啊 他都非常了解 非常有经验 而且这些经验 他都是那个无私的 无偿的那个奉献给大家 就教授给大家 然后呢 我们每次有 老师会给我们建一个群 我们每次有问题 在群里问问题 或者自能问老师问题 老师都会第一时间 能回答我们 记得有一次 他当时回国是吧 转机啊 又时差问题 但是他转机过程中 他也抽空给我们回问题 然后在国内 他也是把这到晚上12点 所以我记得还在给我们回问题 我觉得老师非常的敬意 而且老师一直信奉 就是说受人以鱼 不如受之以鱼吧 就是说我可以帮你改简历 改了简历 你保证你拿到面试 但是以后你再找工作 再写面试简历 你还是不危险 所以他就教你这个技巧 让你以后如果找工作 你可以用这个技巧 就是白事不爽嘛 是吧 所以最后呢 我想说这个课程呢 对我的收获还是挺大的 我现在刚上班工作也挺忙的 但我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那我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尽快 如愿地顺利地找到自己 隆选理晓的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大家好啊 刚才木兰老师她也讲到 我是她上一届的学生啊 然后我其实之前也听过 她的公开课 那时候也会有一些人来 分享经验啊 那时候我就说 会不会都是校长找的托啊 那今天呢 我确实是希望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分享给大家 首先第一点 就是找工作呢 可能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啊 我们需要找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 那我的经历呢 我在国内其实干过好几年 然后我一直都是在外企 然后我到了这边以后呢 我在这边也 在Western又读了一个书 我觉得我可能不是那种典型性的留学生 可能也不是典型性的新移民 但是呢 我也是当时 其实当时我比较自信啊 我觉得我应该会 会比我同学更顺利一些 但其实事实证明啊 就是经过很多 好几个月的这种 非常严酷的事实的冲刷啊 我觉得为什么大家 我也没有接到什么电话 我也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后来我不断地在反思 这样的一个过程 到底问题是在哪里 后来我就想 那我们中国人到这边来以后呢 那你已经不仅仅是 你作为一个具备一定的技能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有的时候我们会去 跟当地的一些文化 会有一些冲突 很多事情呢 可能你并不知道 就是木南老师 他上个时候 经常会跟大家来讲 这种文化的问题 我 我们呢 在这边有可能你 别人跟我讲过 可能你投一百份简历 然后呢 你大概会拿到 二十个面试的机会 可能中间呢 有十个你会fail掉 然后呢 再有一些 你再进到第二轮 最后呢 也许你能拿到 一个到两个的offer 但是在这个过程 可能会拉得非常的长 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这边呢 你获得一次面试机会 很不容易 所以呢 那如果说 你需要把你自己 更多的一些时间 放在如何去避免 用自己的一些错误 去试错的 这样的一些事情上 也就是我们需要拿 最少的时间 最多的精力 去做一些 我们最应该去做的 事情上面 不要拿很长的时间 拿一个面试 然后用我错误的一些经历 去告诉 哦 这个我错了 下次我得学习 但可能这样一走 就会花掉好几个月 也许你会 那我们再讲 在加拿大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也了解过 大概每年九月份 到十二月份之前 会是一次就业的高峰期 然后呢 次年一月份 再到四月份 也会是比较好的时间 但是如果到了 就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 七八月份 可能那段时间 就会非常的平淡 机会就相对来讲 会更少一些 那当我们进入到 这个社会上 你打算去找工作的时候 那跟你竞争的 或是什么样的那些人呢 那有那些 他们可能英文 也可能除了 native speaker 那些就是本地白人之外呢 我这个行业 因为我在 当时在国内 我做的是 网络这个方向 电信方向 当年 我们 我 从我的学校毕业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的同学 最好的是境外企 其次呢 可能进一些研究院 最不好的 就是被 说 被华为和中兴 像拉大车一样 全都拉走了 那个时候 当时在国内的就业状态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当时我在 在Western 我在这边读了书以后 我在Western 我快毕业的时候 我有一个同学 他的本科是 是UBC过来的 他告诉我说 他的同学 好多都没有找到工作 就是本科毕业生 我说 这不会吧 不太可能吧 他说 我投了100次简历 大概有100份 都是改得非常好的简历 也找了很多人 然后呢 最后 他在Waterloo的一个公司 拿到了一个 internship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当时我都不太相信 这边的职业 这边的这种职场 会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但事实上呢 事实就是这样子的 这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 包括我很多同学的经历 那如果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就更应该 我觉得 这个中国古人讲 功于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那一定要把自己 无论是从软件的技能 还是硬件的技能 甚至是你去 打磨你简历上 有哪些关键词 你怎样把它PO出来 你PO到哪些网站上 你走到 接到面试以后 你可能会 到底是 到底是 是你关门呢 还是说 你要不要喝水呢 还是第一句话 怎么开场呢 怎么去做卵场呢 怎么跟老外聊天气呢 怎么去 可能要不要中间 讲一些笑话呢 我自己有一些 非常失败的经历 所以我现在 才真正在面试中 我自己会有一些 很多的一些想法 所以呢 这些呢 都是大家可以 在木南老师的课堂上 去学习 去避免的 然后可以把自己 真的从内到外 包装成一个 适合这边的职场 适合这种 非常严峻的形式 并且在这样的 严峻的形式下 你可以拿到一份面试 你就希望可以把它 突破下来的 这样的一种课程 所以我还是非常建议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这并不是浪费 有人说 是不是 跟着校长的 好多都是 忽略的比较厉害 其实我听很多人 都这么说啊 但其实呢 你要相信校长的眼光 他可能能够从 千里挑一万里挑一 来挑这么几个 非常优秀的老师 来这里啊 跟大家来讲课 帮助大家去提升技能 帮助大家 以更少的这样的一些时间 去完成大家的一些任务 那这个呢 就是找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情 那我希望跟大家 来分享的第二点呢 我可能说的有点多啊 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二点呢 就是说 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 我找工作 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 投了很多简历 但没有什么响应 我就很沮丧 可能负能量会很多 我刚刚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曾经有一个博士 是一个西大的一个女博士 她告诉我说 你为什么要来呢 她说我认识好多博士 她们在这边 根本都找不到工作 所以呢 那个时候会感受到 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啊 华人之间是有一些 很多负能量存在的 那对于我们来说 一旦啊 你可能觉得自己 这个我今天可能状态不太好 我就算了 明天再投简历 然后明天呢 可能有些什么事 又耽误了 又算了 可能这个礼拜就过去了 我也没有干什么事情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以一种力量 再不断地去激励你 去做这个事情 可能需要有一些人 去帮助你 给你打一些积雪 给你灌输一些正能量 这个时候呢 我就强烈建议你 可以来维多利亚 那可以听听 孟老师的公开课 或许听一下校长啊 他跟大家来讲讲 今天我们这里 又有什么新的技能的培训 又一些什么 同学啊 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经历 也许这些人的经历 跟你是没有交集的 但是呢 他们的经验 在某些场合下 可能会让你想到 我曾经听到一个人 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也许呢 他会对我 未来某一个时间 某一个场合 有那么一点点帮助 因为就这一点点帮助 能够帮助你在面试官那里 加一点点分 然后帮别人 比别人高了一点点 可能你就会拿到那个offer 好 那其实我 可能话也有点多啊 其实呢 我非常感激 孟老师在整个过程中 对我的帮助 我当时拿到这个 一些面试之后 其实当时我是有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面试 我都其实都是非常 我都是跟孟老师 向他来询问 到底我应该注意些什么 那孟老师呢 他可以说 阅人无数 他是非常专业 在列聘这个领域 那所以呢 他有的时候 他想到的东西 可能是我们自己 摸索很多年 我也不知道 原来我这个地方错了 就比方说 你们有的时候投简历 可能就投的是一个PDF 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你投PDF 也许大家根本就不会 被搜索到 所以有很多东西 大家都可以来向孟老师学习 减少在面试中犯的错误 可以更早 尽快地 可以走上大家 心中所希望的 那样的一个职场 到加拿大这个土地上来扎根 那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你在这里来跟大家来介绍经验了 好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那个Monica 对 就是像老师说的 我是第五期的学员 然后当时就是没有上公开课 就报道孟老师的课 然后就是老师 会在前两次的课上 会针对每一个人的 就每一个学生 他的这个职业背景 好他的教育背景 还有每个人的兴趣爱好 来根据 然后针对每一个人的情况做分析 然后因为我当时上课的时候 还是Tiler 然后老师当时就鼓励我 就是可以去做Complice 就是AML Tiler 这个方向去发展 然后我就当时很受鼓励 然后也很受启发 然后就说挺好的 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然后大概 然后老师这个第三堂 第四堂的课 会就是具体的讲 怎么样在网上高效的 就是投简历 然后就像老师说的 就是说在网上投了简历之后 Agent会自动打电话给你们 然后老师的第五六节课 会讲到一些很detail 怎么样回答就面试的每一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这份工作 去面试的时候 基本上老师在课上讲的问题 都有cover到 然后老师在最后还讲到了 就是怎么样做reference check 这个对我来说也有很大的帮助 就像要找哪些同事来做reference 或者reference check的时候 会问一下哪些问题 老师在课上都有非常detail的讲解 对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面这份工作的时候 我就是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就像老师说的就没有勇气去投像 complain这一方面的工作 然后大概过了半年 然后我就又再又回来repeat他们的老师的课 然后这一次的话呢 就不像上一次一样 就这一次会好好记笔记 然后回去的话呢就及时的在网上 就是po简历 然后在各大的银行的官网就是发简历 然后就陆陆续续的接到了面试 然后接到面试之后呢 又再根据自己的面试的这个职位 然后好好的准备每一个就是面试问题的这个答案 然后最后老师其实在上课的时候 还有对每个人的职位的着装 然后对大家就是给一些大家的建议 我觉得就是着装方面也是 就是在面试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 对就是反正老师上课讲的这些知识 如果大家回去都好好的就是学习和消化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对 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韩成浩 我现在在Citico做Hedge Fund的Content 然后我的个人的background是 我从去年的6月从McMaster毕业 本科是学的Commerce 然后毕业之后到中间的第18年的1月 这将近有半年的时间 我是处于在一个漂漂乎乎的状态里面 每天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觉得是在找工作发简历 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那段时间就是人生很低谷的一个时期 后来我就通过各种途用 然后了解到这个课 然后跟沐南老师一起学习怎么写简历 真的简历是从第一份改到 我自己都数不清我的folder里有多少份简历了 后来就还是没有进展 直到课上到 因为我是1月上的 我大概上到一半的时候 然后我才找到我简历里的问题 因为之前写简历都是学校里面教的 你要放什么volunteer 要放什么 就是各种没有用的东西 所以简历发去别人看都没看 然后后来沐南老师真是一个section 每一行字每一个词每一个格式的在 教你去怎么做 从那之后 然后我又开始重新投 把我的简历分成大概有五六类 每个都适用不同的职位不同的公司 有的写的conservative一些 有的写的更sharp一些 然后还是没有进展 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我还给老师发信息说 我说我怎么办呢 他说你再等一等 结果就在有一天的大概周四周五的样子 我突然间收到两个面试 第一个来的是CBC Melon 第二个来的是Citco 然后很紧张很兴奋 因为在这之前我没有过一个面试 就从简历面试一直是一张白纸 然后后来又通过沐南老师的这种 一对一的辅导 然后电话里 尤其是我觉得心理沟通是最重要的 就build internal confidence 然后慢慢有了 打电话 然后一个一个的去面试 然后知道CBC Melon和Citco 虽然是很相似的职位 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两个面试 就是CBC Melon更conservative一些 要穿的 你不要那么sharp 不要让他们觉得你很快就要走 然后去Citco的时候 就是从这个technical knowledge 到你的interpersonal 到整个外观都要自己搞得更sharp一些 然后就去面试 来的第一个是Citco 来了我已经很兴奋了 后来 Melon的feedback很不错 也是按照老师的这种建议 给他们发了去thank you email 他们说我们也很喜欢 但是就一直没有消息 我已经决定接这个Citco的时候 后来 Melon又来了这个offer 说我已经给你一个offer了 后来我就找老师 就是从不同的层面给了我建议 然后最重要的涉及到以后的发展 然后最终我选了Citco 然后顺利入职 这就是这么一段经历 然后我个人觉得这个课能教给我们的不仅是 你怎么去写简离 你怎么去做面试 怎么去做职业规划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有这么一群同学 然后有网界的 大家都是从事于不同领域 或者是你要去做的领域 每届的同学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能分享大家的经验 这就是我个人的介绍 然后最后祝大家 尽快找到自己新一的职位 谢谢